民进党创党元老徐国泰 过去也是我们党外的老同志 他已经不问40多年 但这一次他帮柯智恩站台 除了痛批民进党以外 他说爱护陈其迈的话 就不要票投给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员张有话 民进党创党元老徐国泰 过去也是我们党外的老同志 他已经不问40多年 但这一次他帮柯智恩站台 除了痛批民进党以外 他说爱护陈其迈的话 就不要票投给他 那甚至于民进党的扶龙王 这个人名字叫做王世杰 他也讲我在视频跟网络文章 我都写了我也说了 票投是议员 市长随便投 这个我在视频上面 我老早我就讲 这个就是民进党基层市议员的声音 包含创党元老 包含王世杰 你看王世杰讲说 他要票投给黄珊珊 他还没有明白的讲 就受到了1450的出征 就是民进党彻翼的出征 那现在王世杰痛骂民进党 那陈时中说 要不要王世杰这一票是无所谓的 不会啊 不会定输赢 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败相遗漏 为什么 过去民进党不论胜负 纵然赢了很多 他也要告急 就说就差你那票 哪有说 你那票不会影响输赢 你虽然讲的轻描淡写 但是别人听了做何感想 就如同陈水扁 他当年几次选举 明明是赢的票已经很多了 一个人的票可以当 可以让两个人当选 他还是天天讲告急 就说就差你一票 过去民进党的大内宣 他的文宣策略都是就差你一票 那现在说这一票无关紧要 跟胜负 不会影响胜负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民进党怎么会沉沦 堕落到这种地步 那现在讲的回来 许国泰批评有没有道普 有道普 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文宣部的副主任 已经讲过类似的话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余梅梅 他是师大的博士 他曾经在2018年选后 他在电视上面公开的讲 他说蔡英文 求求你放过民进党 不要折腾绿云险阴 那这次的现象 也完全的出现 很多创党元老 通通站出来讲 就是说蔡英文 你放过民进党 为什么他们要讲这句话 因为蔡英文上任以来 一直到现在 他的掌权已经将近六年 第一个他没收了民进党的出选 第二个就全部指定 就是说所有参战的人选 都是出自英系的指定 就是说最近在台北闹得 沸沸扬扬的巴巴会馆 就在我家旁边 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 果不其然 民进党的警惕 还有他的政治人物 频繁进出这些场所 然后你还要反黑金 你还要反汇选 那你自己是黑金 那你自己跟这些人勾结 你还指责别人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那第二个 你没收了民进党 创党就有的出选 你指定自己的人 结果让其他的派系 是非常的不满 所以这是全国按兵不动 然后互相扯后途 然后第三个 就是更加奇怪 就是蔡英文 现在一再绑架民进党 去折腾绿云 基本群众 他就告诉他们 就是说如果这次输了 台湾就完了 那民进党不是没有输过吗 我们看他输给马英九 那台湾完了吗 就是换句话说 他就是一天到晚 就用类似的口号 去对绿营群众洗脑 过去绿营群众的投票 自主率很高 就是说他们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民进党 可是今天的民进党 看看民进党提名的是 哪一些货色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这些创党元老 他们为什么现在都站出来 2018年不站出来 现在为什么统统站出来 因为他做的事情 完全是违反了民进党的 传统跟惯例 所以余美美讲得好 2018年的时候选完 他说蔡英文求求你放过民进党 因为现在蔡英文在搞的 就是一言堂 那他说蔡英文求求你 不要折腾绿云 基本群众 那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 因为过去我讲了 民进党的投票 自主性很高 现在你连他的自主性 都要通过洗脑 然后把它收回 就是说未来的民进党 一旦是国民党化 未来的民进党 现在都用国民党的打法 未来的民进党 失败以后 没有人承担政治责任 这个不服民进党的惯例 那我们现在讲 为什么这一些老党外 创党党员都要一一出来讲 他们现在就是怕 万一输了蔡英文不认账 就跟特朗普一样的 不认账 他是完全不辞党主席的时候 他还想掌控权力的时候 那请问民进党要去 要何去何从 这个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他选败 并不足为奇 但是 今天民进党选败而不检讨 他也不下台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民进党该何去何从 这是我们老党外 还有包含余美美他们忧心的原因 如果蔡英文死不下台的话 民进党还有深入吗 这个是他们考量的重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